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请先开经本 从第122节看起 这个是感应篇的总结 这一段我们在课题里面推本念出第五 这两句话绝对不是劝善的话 决定不是唯言松听的话 是真实的道理 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我们一定要明了 要记住 所谓是鸡头三尺有生命 心是这样的念头 念善 虽然你还没有做到 你有个善念 你善行 还没有能显现得出来 可是 祝福菩萨 天地神明 已经看到了 一个人 这个 通常讲啊 练气功的 他能看气 在中国也有不少啊 特意功能的 他能看到人光 确确实实 不但是人 任何一个物体 它都有气 它都有光 心善呢 光好 光明显 光的色彩好 过去 有些这些特意功能的人 告诉我 佛菩萨的光 精神的 精光 黄光 博光 都好 灰色的光 黑色的光 就很不好 那是 那是 心胸 险悟 邪悟 所以一般呢 他能看到 辨别 这个人是善人 是悟人 这些 具有特意功能的人 普遍 有一个特色 心地清净 我们也曾经跟他们交谈过 你这个能力 会不会失掉 就会 随着年年增长 慢慢就失掉了 他这个社会上事情知道太多了 心地被污染了 多半有这个能力的人呢 都是年轻人 二十岁左右 二十岁一千人 三十岁以后就很少了 只要他能保持着清净心 这个能力就能保持 一旦被明文立阳 五一六成 愿无 这个能力立刻就丧失 这个道理正确了 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 禅定三位 所以你能够得地 你能得三位 这个能力是本能 换一句话说 一切众生 各个都有的 我们能力为什么丧失掉呢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嘛 妄想分别执着 把我们的本能丧失掉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一切众生 一生当中 极力提倡 廖凡思训 廖凡思训这部书 是叫我们认识因果 身影性因果 是叫我们这个的 断我修善 善我的标准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为我们提出感应品汇辩 提出按四全书 这三样东西看起来好像都不是佛法 是在讲 能救现前的学会 能救众生的灾难 比佛经效果还来得快 还来得显著 为什么呢 佛跟我们讲善我标准是散在许许多多经论里头 你要看很多经论 你才懂得 他这个是把这些叶因果报全部集中起来 你读这一部书等于读了几百部书 尤其是这个汇辩的诸集 在中国讲的如是道 所说的善我标准全都收集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部好书 对现代人来说 可惜是文字深了一点 虽然激烈的 把它简化 简化 毕竟还是文言文 所以我们这一次有这么一个缘分 大家在一起做一次研究讨论 研究讨论所取 这个柱子 还是极少数 如果这个柱子完全来讲 那要很长的事情 所以读解很多 我们往往只取一条两条 重点意思跟大家介绍出来 这是讲的 我们齐心动念 祝佛菩萨 这天地神明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人可以欺骗愚昧的正身 不能欺骗佛菩萨 不能欺骗神明 你造的善我业 你造的善我业 确定有个报 这个读解一开头 念出心自是人 以善我之机 于人之 井于云头垂 这才是从根本修起 转我为善 转我为善 要懂得从根源处转 根源是齐心动念 从这个地方转 这是上上成人 纯善之人 彼得祝佛护念 隆天善神保佑 学佛的人 也知道要断悟修善 往往境界现前把持不住 还是去坐卧了 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个是 读经太少 佛法神秀的力量 低不过烦恼吸气 因素在这个地方 所以 佛在根本教学当中 教导我们读诵大臣 今天要读经了 读经是清净佛菩萨 听佛菩萨教会 我们每一天读感应篇 是清净的 试出世间 试出世间大胜大血 这个是超越一个宗教了 我们今天在新加坡接触九大宗教 九大宗教都是劝人断卧修善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多感应篇 性感应篇 以感应篇来修正自己的故事 就能够得到九大宗教的神圣 保佑你 我们为什么不干 过时 过时当然有凡夫 天天忏悔 我教同学们早晨 早阔 读经提醒自己 记住佛菩萨的教会 今天一天 哪些当做的 哪些不当做的 当做不当做 在齐心动念 哪个念头可以起的 哪个念头不可以起的 哪一句话可以说的 哪一句话不可以说的 哪一桩事可以做的 哪些事情不能做的 要在这里下功夫啊 真修啊 夏连玉老教师给我们讲的 真干 一定要约束自己 广阔 忏悔 反省 我这一天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有没有违背圣人的教会 有没有啊 昧着自己的良心 欺骗佛菩萨 欺骗众神 欺骗众生 如果要干这样的事情 果报彼在三土啊 自己前途 自己晓得 用不着问人 过去有人问过我 我会不会堕地狱 我说你会不会堕地狱 我不知道 你多看看佛经呢 你就晓得了 如果是毁一磅三宝破活活生 我就劝他 你去读法奇菩萨书圣 只要紧 你就知道你会不会堕地狱 不必问人 问自己 比什么都清楚 读解里面 引用佛经说 三界无别法 为是一心作 华阴经上讲的 大臣经上佛常说 设法界一阵庄严 一切众生为心所信 为时所病 是我们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 明白这个道理了 虚空乏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 是为自己服务 如果只知道自私自利 把众生遗忘掉了 那是自己害自己 为自己个人自私自利 这是六道轮回的根 本来为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变现出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我讲的很多 是从妄想分别执着地变现出来的 假如我们没有执着了 轮回就没有了 没有分别了 社法界就没有 死圣法界没有 妄想没有了 妄想没有了 一针法界四十一个位次没有了 古报是究竟圆满佛 所以六道是三样东西变现出来的 妄想分别执着 四圣法界我们讲的 神闻原觉菩萨 舍法界里面的佛 是妄想分别变现的 他没有执着 一针法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四 这四十一个位次是妄想变的 他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 这佛在经上 可我们讲的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佛教导我们 终极的目标 是叫我们证得就近佛果 就近佛果之证得 最重要的是个认知 观念转变过来 认知什么是四十真相 真实的认知 虚空伐解一切众生是四级 你有这个认知 你的慈悲心才真正发出来 大慈大悲 对一切众生无条件的尊重 无条件的爱护 无条件的协助 自自然然能够舍己为人 这里都有个大道理在啊 凡夫迷 迷在哪里 不了解四十真相 严重的执着自私自利 走坏了 自私自利 执着到严重的程度 就决定是地狱 能够稍微放宽一点 从地狱出来了 神末鬼道啊 畜生道啊 离根丝我们一定要懂啊 这里引用的好啊 又说 能随燃尽云变造舍法界 这说明舍法界怎么来的 舍法界是随燃尽云而造的 随燃云 仍然是执着尽私烦恼啊 尽私烦恼头一个神经 执着深圣 我们一定要舍弃 再也不干这个傻事情了 再过年天 上海那边有个团要来 我们几乎是每一个星期 从外面都有团来 他们打电话问我 想带一点东西给我 我说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说如果你们想带呢 我们这边同学很多 带点东西供养同学们 我什么都不要了 万元放下了 身心世界事出事法 统统放下 只要有一桩放不下 就是了这 你往生没把握 统统放下了 往生有把握 随时可以走 随处可以走 你是独自在 这个我们一生没空过 其他全是假的 人与人之间 人与一切众生之间 就是一个预言字 为什么不与众生结善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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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善人 我们尊敬 我们尊敬 赞叹 我人 我们尊敬 不赞叹 这个 这个普贤菩萨交给我们 对吧 离尽祝福 离命不分善悟 通通要离尽 决定要尊重 但是赞叹呢 赞叹如来 如来是说善的 与信德相应的 隐形我们赞叹 与信德不相应的不赞叹 就这么一点点差别 供养 我人我们也要供养他 不能不供养 平等供养 他有苦难 我们还是尽心尽力帮助他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一律平等对待 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你讲得好啊 做佛 做众生 做天堂 做地狱 都是一念之间 一念山 人做佛了 做天堂 一念屋 做地狱了 所以 舍法界的生成 都在一念之间 这个里头 他又引用 寒山大师一句话 念从其处须看破 四位置识莫忘森 这个两句话说得好啊 真正用功在这用 我念其时 是一道断绝 在一根当下消除 妄念何处安尊 超凡入圣之机 全在于此 这几句话我们要记住啊 真正修行人 真正修行人 在我们眼前有榜样 只要我们 一言更亲近 你就能看见 新加坡大众晓得 使者之诗 他 这个录像我们做成了光碟 诸位同修回去 每个人都带一篇回去 长春 那一边常会发死 我邀请他来了 他现在正在办手术 我请他到这边念佛堂 给大家做个保养 他念佛已经四百多天没有睡觉了 完全一朝 完全一朝 夏林居老居四 无量寿经 晦记本修修 我们看他的行持 最低限度 他得念佛三美 他今天六十五岁 给我打电话 我听他的声音 像三四十岁的人一样 那边同修告诉我 他身体轻飘飘的 他所修的念佛法门 就是华严经 吉祥云比丘所传的法门 佛列三美 他是绕佛精心的 没有坐下来 没有躺下来 四百多天 一天吃一餐 身心清净 一个妄想都没有 我让他到这来给大家看看 念佛的见证 他能做得到任何一个人都做到 你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妄念太多 妄念叫身体沉重 妄念没有了身体沉重 要真干 不要自欺欺人 这个最重要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